嗨,大家好 春秋假期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青岛的海鲜市场上 这里是一片漫路 从早晨的四点 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五点 各种打包礼盒的身影 诺一不绝 春秋假节在中国 算得上一个比较大的节庆日子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 各种海鲜的需求量急增 缩子蟹、大虾、鲮鱼、刀鱼等等 这些海货呢 都是当下比较热销的海货 画面中的野生大虾 批发价120块钱一斤 这种就比较稀罕了 老板告诉我 这种野生大虾 非常稀罕 批发价120块钱一斤 如果零售的话 价格至少翻一倍 即便是刚死的 卖价都要80多块钱一斤 这种虾不仅颜色鲜艳 而且块头很大 一般10到14个就有一斤 折合人民币 一只大概15块钱左右 一般购买它的人 基本上都是润来送礼的 因为这样的大虾看起来更加的体面 打包一个5到1000块钱的礼盒 放上两到三斤 特别有分量 在青岛市场里面 海埔大虾 养殖大虾都是热销的海货 但是品种也很多 对比上一个画面 老板说这种虾也是野生的 卖价差不多 85块钱一斤 这种虾跟码头上的对虾 非常的相似 不过这种都是死的 价格上能便宜一些 春秋佳节 十一国庆 都是海货需求量最高的时候 这两天犹如海上刮大风 各种海鲜 价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